活动派清包给警员被批评 阿克马表示不满意可以报警 哈喽大家好我是Calvin 阿克马这样子做肯定是大错特错的 首先现在阿克马告诉我们 他每一年在他当选之前 还没有成为州议员之前 这是他一贯的作风 每年开灾节都会派这一个清包 给公务员体系的 要感激他们对于这一个马六甲的付出 那这样子做呢有没有问题 我跟你讲那个问题就在于 阿克马现在当众派清包给警员 其实对于警方来讲 他的威信是会大打折扣的 而且现在KK风波 由于有这一个基金分子丢汽油单 还有这个基金分子血性威胁 要烧掉新建仓 也就是袜子的这一个供应商 在这样子的氛围下 警方在这段时间 给社会大众的信心 其实是有折扣的 阿克马现在在派这个清包给警方 不是让警方的这一个名誉 警方的这个信任度 在社会大众面前更加的雪上加霜吗 这个是第一个问题 他根本没有考虑 现在警队在于社会大众的 这一个形象到底长什么样子 第二 有一个知名律师 他同时也是前任的高级警官 他就表示阿克马这个行为 让警方相当的为难 而且阿克马还跟你讲 如果你不爽的话 你可以去报警啊 大哥你想一下 你左手才刚刚给了警方 每人一百块钱的这一个清包 右手如果有人去报警的话 你要那一个收了清包的警察 做何感想 我调查你嘛 我是秉公执法 但是于情于理 对于你来讲 也是多多少少会有一种愧疚感 我要是不查嘛 我就是这个玩忽职守 没有履行我作为这个警察的 这个职责 那这样子相当尴尬 对不对 所以阿克马这样子的动作呢 搞的警察 其实是很尴尬的 那可能有人说 我不一定要去马六甲报警吗 我去其他的这个州属的 这个警察局报警 可以吗 其实也是可以 但是同样的问题也是在的 你别忘记哦 这个警察跟警察之间 也是同事啊 那如果这一个警察 现在要调查另外一个警察 或者是调查阿克马 他对于整个警队里面 其实是会有冲击的 一定会有人不满意 也一定会有人呢 有反弹的这个动作 所以这一名资深律师 兼前任高级警官 他就说阿克马 如果真的是有诚意 要帮助警队的话 他不应该要派清包 他应该要把钱 捐给这个警方的福利基金 那由这个福利基金来 增加警队的这一个福利 那就好了嘛 没有必要每个人派一百块钱 搞得这一个警方呢 是相当的尴尬 我非常认同这一名 资深律师所说的 往下我们在看什么呢 往下我们在看 现在阿克马 这一个举动呢 其实他等于告诉我们什么 他等于告诉我们 过去巫统一党独大的 那一个理念 靠这种派好处 笼络人心的方式呢 他们会继续观测到底 阿克马一直在跟你讲 过去他还没有当州议员的时候 他就一直是这样子的 你没有办法帮助到别人的 你就不要阻止别人帮助其他人 这个是阿克马 在这一件事情上面的态度 这个态度呢 其实我非常不能够认同 作为政治人物呢 当你跟执法单位打交道的时候 本来就应该要具备一定的敏感度 因为你是人民带义士 你是人民选出来的 一旦你跟这一个警方 跟其他的执法单位 有这一个利益上面的瓜葛 或者是仪式利益上面的瓜葛呢 都很难让社会大众相信 执法单位的这个权威性 也同时让社会大众相信 人民带义士的这个青年度 这一句话不只是针对阿克马 是针对所有的人民带义士 你但凡是人民选出来的 你就应该要有这一个敏感度 要有时时刻刻保持警惕 敬畏之心的这一个态度 而不是像阿克马这样 一旦中选成为人民带义士呢 就继续以这种笼络人心的这个方式 虽然他不犯法 但是永远是不值得提倡的 所以阿克马的这一件事情呢 很明显KK风波过后 由于现在已经进入司法程序 再加上我们敬爱的元首也出来 呼吁大家千万不好再炒作 这一个情绪 所以没有东西做的情况下呢 现在整个焦点呢 已经再一次的从KK风波 转移到这一个所谓的 警方收轻包的课题 但是唯一不变的就是 主角依然是那一个阿克马 不知道这个轻包的这个课题 还能够炒多久呢 如果你认为这个顶多是一两天的新闻 欢迎留言111 如果你认为阿克马的这个轻包 可以继续燃烧 至少可能一个礼拜 欢迎留言222 我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